寶貝 今天這集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手上這個 再分享妳看出門啦 現在陳老闆在開車 對我來代價 看我們這個整張就知道 我們現在是要去露營啦 但是因為現在時間有點晚了 再加上天氣有點不好 所以我們要盡快趕路到露營場 等一下到了 大概已經是下午兩點了吧 等一下就等下長話再跟你們出發 掰掰 好我們現在到露營場了 因為昨天我們一到的時候就下一場大雨 超飽大 今天早上終於出了太陽 就來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上這雙鞋款 那這雙的話是Double Taps跟Best Ball 在2016年所發售的一雙鞋款 其實如果大家有仔細看剛剛的細節 會發現我腳後跟已經有磨到了 我收到距離現在大概兩個月左右 蠻常穿它的 重點是每穿避風下雨 就跟昨天一樣 那我想Double Taps應該就不需要我再追溯了 畢竟你不知道的話可以回放最近的Beef時間 Thanks Bro 如果你是Double Taps迷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很歐 因為它唯一出現Double Taps的地方竟然是在鞋底 有印上Double Taps的字樣 然後在其餘的鞋標阿任何鞋子上 你能看到的地方都不會出現Double Taps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雙鞋款的配色跟細節 這雙鞋款大家應該可以明顯看到就是一個黑色跟均綠色 算是Double Taps 蠻擅長使用的顏色做為一個搭配 那其實整個鞋面都是使用幾皮的材質 只是稍微有差異的是在均綠色的這邊呢 它是有印上類似鱷魚的紋路 我必須小小吐槽一下 就是部分的鞋面呢會有類似脫皮的現象 其實黑色均綠色都有啦 只是均綠色因為顏色比較淺所以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我會想要再次拿出來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看到Highbeast 它沒有製製一個lookbook 是運用軍事用品跟戶外做一個結合 其中呢也有包括我這雙Double Taps跟Vestful的聯名鞋款 我的入手管道其實是在國外的一個品牌 叫做BODEGA 當時就是逛了它的特價品 裡面呢就我手上這一雙入手價格 我記得是2000塊左右 我在家運費回台灣就大概快要3000塊 所以其實真的是蠻划算的 然後我又發現 我花3000塊的聯名鞋款 竟然出現在Highbeast上面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穿搭 這段鞋款啊 我剛有所打就是以一個黑色跟均綠色做一個結合 所以其實在搭配上也是蠻方便 所以我這次呢搭上了均綠的帽T跟土色的格溫釣魚背心 作為一個上半身的助手 然後搭配上一個小小的水冰帽 那我褲子的部分呢就配上一條黑色的落地褲 其實落地褲會稍微蓋住鞋子 但是我覺得行走的時候落影落線的感覺還蠻好看的 因為它也是有一個異色的材質 其實就可以稍微帶出一點均綠色啊 然後又可以稍微帶到一點黑色這樣子 好那如果喜歡我這一集的球鞋分享 就... 就... 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 掰掰 這...這什麼戲劇社演戲 哈哈哈哈 這個戲劇社演戲 底部一角 就是一個戲劇社演戲 初心女生不論是一角形 拍攝前叩投票 這個戲劇社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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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社的海裡